身材高挑扎起長馬尾 看到鏡頭露出甜美笑容 他被大家稱為警戒梁永齊 這次容身為彰化西湖分局 媽錯派出所的所長 在不達典禮中 年輕加上外貌加分 立即稱為全場視覺焦點 身高174 現年30歲 當地居民聽到新所長來報導 一看到照片 笑到何不龍嘴 哇 第一次耶 這樣會不會太誘人犯罪 連我女生看了都很心動 說不定有很多男生 會刻意違規找他開發 一般如果說看到警察的話 都會緊張跟害怕 只是如果看到這個女警 可能就會從害怕變成害羞吧 原本都是比較年長的 現在就是比較年輕的 覺得還滿特別的 過去彰化西湖媽錯派出所 都是由男性以及較為資深的人選 擔任所長 這一次與以往不同 其實他在警戒早就少有名氣 大家好 我們是彰化縣警察局西湖分局 CG車請讓警察 尼爾車輛有項目 但請讓警察優先通行 外型亮眼被分局選中 扛起宣導交通大使的任務 黃依淳從警大交通研究所畢業 是警專三時期 104年先在新北保安大隊服務 109年轉調彰化 當過交通大使 內勤遠景 支援督察科 現在被稱為媽錯派出所的所長 長髮大眼身材高挑 經常被說長得很像歌手 梁詠祺 30歲 升任所長好人員 也讓不少同袍以及政治人物 送上祝賀 期待他繼續為民服務 三立新聞許書維 彰化報導